大家好,学亮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雷德利斯科特的新电影《Napoleon》《拿破仑》 这是一部所谓的史诗或者战争古装片 总体的感觉实际上看的还挺好看的 虽然是知道没什么意义也不真实 但是它不妨碍它是令人觉得赏心悦目的 两个小时40分钟还是值得的 特别是我是在影院的IMAX的听看的 当然就是情绪上没有那么饱满 但是仍然可以聊 那也可能祝大家一个稍微迟到一点的感恩节的祝福 我是在感恩节前夜去电影院看的 那发这个视频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一些了 不管怎么样 希望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 凡事谢恩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不管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们是应该为我们已经有的 甚至为我们还没有的 为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的 都应该感恩 也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许亮 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 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 探究人生的意义 探究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 希望你喜欢和订阅我的频道 也希望我的分享 能够对你的个人成长有所帮助 分享的方式就是这样 一经到底不剪辑 所以说错和说错啰嗦的地方 请您见谅 这就是这个电影的海报 有这个著名的 瓦庆·菲尼克斯 华金·费尼克斯 这样的一个性格演员演的 那电影又是 非常擅长拍动作 拍大场面 特别是古装场面的 好莱坞著名的导演 雷德利斯科特导演 雷德利斯科特的特点 大家应该都看过他很多电影 什么角斗士 黑鹰坠落 天国王朝 前几年 最近的那个作品叫什么 The Last Duel 最后的决斗还怎么样 其实还可以 但是反而就是说 当雷德利斯科特 稍微想认真点 走点心的时候 大家就不买账 大家就希望看他的这种 特别好像简单的 然后有很多荷尔蒙的 令人振奋的这种大场面 就给我们看爽片就好了 是 他肯定是这样的一个 有明显的弱点的一个导演 我也是带着这样的期待去的 然后果不其然 就是说你看完之后 你心里是没有什么感动的 但是你仍然在看的过程中 你不希望错过任何 就是他 你知道他是假的 但是你仍然希望说 看到一些张力起来的 这种战争一些场面 挺有意思的 那这样的电影 是以这个法国的历史上 最著名的 这叫什么征服者 其实就是说 在影片里头 拿破仑自己 而且他真人就是 他确实是崇拜的 就是这种征服者 历史上 欧洲的三大征服者 从亚历山大大地 然后到凯撒 然后就是他了 可能希特勒也曾经试图做过 但是首先 希特勒是被普世的公认是坏的 他最终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成功 对吧 然后也自杀这么结束 所以反正就是拿破仑 以这样的一个征服者的 这个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 故事一开始的时候 就讲的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那这段历史 我不是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历史 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讲也讲不出来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照片 就是这个是吧 这是我们 反正在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历史课本上 讲到世界史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插画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宫廷画匠给画的 但今天等一下 最后可能也还会分享一些油画 这些油画和这个电影 实际上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雷德雷斯科特也肯定参考了这些 历史上的经典的油画的构图 然后去设计他的场面了 雷德雷斯科特 我觉得他这个电影拍下来 就是你真的觉得场面是够大了 人是够多 我非常欣喜的看到 就是说这是我近些年来看过的 感觉电影里头真人最多的电影 同时也是我比较觉得 在电影院里头和我一起看的人 也算是比较多 当然也可能跟这个电影首映有关系 但是你看到这些真人 特别是这种军队的这种 这还是属于 当然属于热战 但是说两军队的 就是一边排着队往前冲 总是欧洲那种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 还是比较体面的 就是你就往前冲 然后一边挨着枪子 你还是步伐坚定的往前冲的这样的一个场面 这是电影的可能最大的看点就是战争场面 这里头本身有特别多的战争场面 还是跟大家用图说 你像这个这是一个可能工作照 在这个战场上 他们真的用了很多的真人 我相信这个不知道从哪找来这么多 是旁边国家的军队吗 还是什么东西 背景人还是普遍比较水平高的 虽然也有觉得露窃的地方 就是拿着刀往下砍 你还是觉得说没有力度 但是他通过剪辑藏着了很多 总体来讲还行 我觉得比十几年前那个时候的横店的群演是还是要专业不少的 那这电影的演员呢 当然说瓦킨·菲尼克斯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他和雷德利斯科特也合作过很多次了 然后他演的这个拿破仑呢 还真的有一点点就像是那个角斗士里头 那个罗马皇帝啊 叫什么卡莫哈斯还是卡莫德斯 反正就是同样嘛 他最后在加冕的时候啊 那个场景回头我们再讲 他那个戴的帽子也是这种 罗马式的这种叫什么棕榈叶的这种桂冠 Loreau 看这个这是女 最有名的这是女主演啊 也就是在影片里头 其实还分量蛮大的这个约瑟芬嘛 著名的约瑟芬啊 是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些 就是野心家 然后他们的太太啊 这都是成对出现的 很少有这个野心家是 他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太太在后面 这个你想一想不挺有意思的吗 我们过去最土的那一句话 说的是什么一个成功男人背后 一定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女人 对不对 这话其实还挺真实的 在电影里头也渲染了一些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个电影里头 太多的东西它不是真实 它就是编造出来的 和史实几乎没什么关系 我看有人评价说 基本上都是编的 我也相信 反正大家就看一个真的当成一个戏看吧 雷德利斯科特呢 就是说他拍的东西经常特别长 然后呢 他每次还基本上没有导演剪辑权 那可能一般人来讲 我觉得也是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一种制衡 就是让他去做的话 这个事情就变得特别没有节制 但是呢 他有个传统 就是说他会先有一个剧影院版的 像这个已经两个小时40分钟 但是他会再过一些年代呢 也许是在为了多赚一些钱吧 再搞一个导演剪辑版或者是家常版 你像天国王朝就是天国王朝的电影在剧院版 就是觉得特别糟糕 我估计那种感觉和和现在看拿货轮很像 很像 但是他同时呢 他就是说剪导演剪辑版出来之后 你就觉得他还行 没有那么糟 而且还好像还有点看头 我甚至我在前前几个月吧 我就不是出了一个视频 就是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21部 还是20几部电影的 其中有一部还是雷德雷斯科特的天国王朝呢 这个排在我的to do list里头去了 那这个电影雷德雷斯科特也是承诺大家说 我要给你回头看一个4小时的版本 也许吧就是那样可能是不是稍微的立体一些 更得要有意义一些呢 现在以这个电影的现在这个完成度来讲 那文系真是垮得一塌糊涂 他还有一点点喜剧的感觉 他里头有一些对话 就是还是好莱坞的大聪明吧 他肯定要是要娱乐你的 然后但是这个人物虎空基本不存在 然后很多的场景的转折 就是非常的生硬 这是一个既不真实 也不经过没办法经过推敲的一个精彩的流水账 确实是很好看的流水账 这个是真实的 就是你要让他在某一些感受上头 你还让人想起来库布里克的巴里灵灯的那种感觉 巴里灵灯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某些质感是有点像的 但是巴里灵灯比这电影肯定有意义多了 就是你把拿破仑毕竟他是个这样的一个 本身出身也不是那么低 他是贵族家庭出来的 然后最后一直当到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 然后最后成了皇帝 和巴里灵灯那样的一个社会阶层不太一样 可是你感觉整个的体量 这电影虽然说涉及了那么多几十年的一个历史 但感觉并没有一定比巴里灵灯更大 虽然场面更大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当然库布里克也曾经是未尽的心愿之一 就是他想拍拿破仑 他甚至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已经把拿破仑研究了一个遍 他把整个时间线非常仔细的曾经写下来过 但是他也是演很多野心 这个电影其实本来要讲的就是野心 但是我们等会儿其实也可以说 就是说雷德里斯科特有他自己的野心 比如说他就在制作电影上头 在动作场面上 在visceral的这一面 让人真的只是通过画面 只是通过声音的组合 就能让我们身上去分泌加快的这样的一种手艺 他在这方面是有他的野心的 他甚至也许他也想讲一个精彩的故事 但是我确实觉得他的能力 或者说他的intellectual的power不够 就是他的这个知识的层面 他也不是特别想追求这个 但是他又想去呈现一些说 你看其实我这些所有东西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总是意义欠缝 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Walking这个演员 男主演也是 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野心 就是说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新star power之后 就会有时候多多少少绑架一些项目 你像这个影片的男主角 我相信一定是他有一些自己的坚持 所以表现出来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man child 就是长不大的孩子的那种感受 拿破仑是怎么样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 但是我是觉得个人 我不认为应该是那个样子 他有一些怪怪蛋的癖好 我倒觉得是OK 但是我好像我并没有真正的走进这个故事的 这个角色的心里头去 我没有办法去体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甚至我没有办法通过他这个角色去让我感受到 原来我不曾了解的一些真相 这本来是我去看电影的很大的意义 就是我们去体会不同的可能的人生 在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头 在一个同理或者共情角色的时候 让自己想办法知道 我们可以去做什么样的勇气选择 或者道德选择 或者我们在接受试探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这个没有 影片里头也许最让我感动的地方 可能是也就是约瑟芬死了 然后拿破仑去约瑟芬住的那个地方 知道这个消息 然后他觉得非常的生气 就是难道你们都不应该告诉我吗 然后说我给他写的信 他都放在哪 他怎么去看待我给他写的信 他有没有很在意等等 他问的这些话 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 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 但是稍微有点感动 但是没有那么感动 还是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不太对 或者他没有足够的铺垫到那样的一个 让人感受到拿破仑内心的凄凉和惋惜 或者是遗憾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 那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 我是觉得本来是应该有所区别 OK 好 继续跟大家看看这个影片里头 我觉得最两个看点 一个是战争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拿破仑和约瑟芬的这样的一个 其实充满了跌宕起伏的一种强烈的关系 他也是一种性方面的吸引 也是一种情欲上的吸引 也是两个好像灵魂能够相通的人 然后又彼此又那么不同 然后彼此又 特别是约瑟芬曾经是背叛过拿破仑 拿破仑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君王 或者是说征服者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 他仍然最看重可能和约瑟芬的关系 这是可能稍微不太一样的一些东西 确实是挺好看的 因为画 辅导画很好 摄影很好 你这电影就说制作的精美 精美程度是相当高的 很多的镜头 虽然说也是俗套 但是完成度真的高 真是好看 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些服装道具是不是够准确 但是有一些场景 比如说在宫廷里头 在这些广场上 在这些花园中 然后甚至在这样的一个虚拟背景 我知道这东西肯定是数码做的 但是它质感还是不错的 就是制作非常的精良 然后我们就看看随口说说 我还能记住什么的一些这些照片 但这个影片里头有第一次的大战 就是土伦之战 这是真实的发生 但是肯定不是这样发生的 这电影肯定是戏剧化这样的一个场面 基本上就是通过马拉伯伦对英国人的这种憎恨 然后这也是他民生确起的一战 就是一个围城战 然后通过他对这种炮术 artillery的这种熟悉 拿破仑挺厉害的 拿破仑其实在数学方面很强的 他是一个有工程头脑 同时很有leadership的人 他毕竟也是 当然是柯西加岛的一个贵族里头 他妈据说也特漂亮特能干 然后给他送的神学院里头去学习 然后学了最后就进了军队 反正在这一战 就是通过这种炮术的这种布局也好 或者是判断力也好 或者是勇气也好 打得非常的成功 然后不仅说占领了这样的一个城楼 然后反过来用这个炮 再把英军的这些舰队再打残了 是挺好看的 然后最后他这个 当然也许华金本人的这种面部的这种形状 甚至他的这张脸 也许就是在斯科特眼里头看 就是特别适合戴这种 法国的这种军队的这种帽子 我不知道这种帽子应该叫怎么称 我相信他有一个术语 但是就是戴上以后 我们就看看继续看看这个海报 再配上他的特别的嘴唇 这有一点点的瑕疵 还挺有意思 确实像是一个大军阀的这种范儿 按道理拿破仑是从来 我们知道是个小个子 然后影片里头他远征埃及 远征埃及的挺简单 然后中间有一段 他站在石身人面斯芬克斯这 这其实本来就是油画 本来就斯科特一定是首先看到了原来的那幅油画 画的就是拿破仑在远征埃及的这样的一个 比例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在这个桥段里头 斯科特安排了一个让他看去法老的一个棺材 他让本地人把法老的棺材竖起来 然后打开之后他拿一个凳子 因为个子不够高 然后站在上头和风干了里头的这种木乃伊的法老面对面 然后还努力去听一下法老要说什么 我觉得那个镜头还有点意思 但是你再仔细想 他只是表现出来一种好像对过去曾经有过的权利 然后历史的谜题人间也许有一些更高真相的这种敬畏的缘故 他就稍微的有点点怕了 也就是说赶快给我盖上 他一动 然后法老那干尸一下就倒在旁边去了 倒在棺材里头去了 然后他也觉得说原来其实他也弱不经风 毕竟也是曾经可能是比他还能够呼风唤雨的一个男人 如今也不就是这样 他也许想到的是这个层面 但是斯特克特格外的不会用这样的方法 去给你一种metaphorical或者是metaphysical 就是形而上或者是隐喻的一种延伸 他不会做这个事情 用的就还是挺僵硬的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解读是不是已经是过度解读了 很可能是 在影片里头还有一个可能最接近一种隐喻的方式 用的也很生意 但是我看懂了 约瑟芬背后的两只白天鹅在湖面上 有时候他是通过郊外之后变成两个白点 然后两个天鹅有时候就背道而隔开了 就说明他们两个的关系的渐行渐远 然后有时候又两只天鹅在郊外一拉交之后变成一个光圈之后又合一了 那个就是非常的boost雷德里斯科特 但是如果给了别的导演可能会做的也许更有诗意一些 这已经是我觉得斯科特的失忆的顶流了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可能就是个直男癌 然后影片里头对炮树的这种渲染实在是挺好看的 首先我觉得摄影上声音上制作的非常的好 然后他基本上雷德里斯科特对他的电影和一般其他好导演的电影的这种导演思维是刚好相反的 就是按道理伟大的导演都是通过这些细节去讲述他们想讲述的意义感 他们的对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真相的观察这些东西 就是说先是通过细节 然后为剧情服务 剧情为故事服务 故事为意义服务 对吧 甚至为终极意义服务 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雷德里斯科特基本上就是相反 我只要有一故事 他就是说我手上拿着一锤子 我看全世界都是钉子 我可以拍大场面 所以我就是咱能不能传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什么 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在意 你只要在这个故事里头 能够让我有机会去拍一些战争场面就够了 我觉得雷德里斯科特有点这种倾向 也挺可爱的 这是他是个好莱坞的另外一集 在大炮每一次去点也好 他打出去以后也好 甚至有一场的战争是在冰面上 拿破仑好像是把俄军和奥地利的这种 俄罗斯和奥地利的联军 就等于说引诱在一个冬天的冰面上 然后在包抄和伏击了之后 他们跑的时候 再通过一波炮兵 这种大铁球去打 把那冰面全都打散了 然后就强路灰飞烟灭 那边的人马就都沉到水下了 其实这个东西和人和马沉入海底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 甚至说其实是应该是圣经里头 出埃及记里头 法老的军队的车和马 然后就直接沉入海底 这个东西在圣经上 居然还有一个spiritual的metaphorical的意思 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 回头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它还不是一个表面的事 它还有一个意义的属性在里头 和罪和人的罪还有关系 挺有意思的 那场战争叫什么了 叫什么 想想 奥斯特利兹 叫什么奥斯特利兹是吧 那肯定是真实存在 就是说这些军事上的准确性 我相信电影也不行 但是让我们看的这些小钢炮 这些毛色枪 然后火药 然后战马 长刀 这个还是好看的 这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然后这个 后来还有一场戏比较好看的 当然就是远征俄罗斯了 这个非常刚愎自用的拿破仑 在那场远征里头 虽然说理论上他最后打进莫斯科 我为什么选择今天的这个背景 我是觉得那个挺有意义的 就是你最后占了一所空城而已 然后你要征服的 其实你征服不了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我觉得这个野心就和说雷德雷斯科特的野心也是 他其实拍了一个电影 某种程度上他也想征服观众 可是他征服不了 因为他造了一座空城 有点点像 华金也是 他是一个伟大的演员 他甚至在演这些角色的时候 可能真的是投入了非常深的一个 他不对这些本身有的角色 进行任何的道德的旨栽 而是说真的设身土地的用自己的直觉去重新的去感受 可能也是方法派 但是他们的野心好像又不能够与他们野心的目标所匹配 他走进这样的一个地方之后 最后就发现他就说这么大的一个城 怎么就人都能够跑掉吗 人不接受你 你征服的地有什么用 对不对 然后最后大晚上 那场非常好看 就是说他在莫斯科晚上 然后突然醒来看到外面火光冲天 整个的莫斯科都在烈焰当中焚烧 所有的美妙的过去那些教堂也好 很宏大那些宫殿也好 都坍塌了 然后他就说这谁干的 对吧 谁干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士兵军纪不严吗 是不是缺乏纪律啊 军纪呢 然后他在手下说不是是他们自己烧的 就是俄罗斯的民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焦土政策 他们对待自己也挺狠的 我要失去的东西我就给你烧了 而且你要占领我就自己毁掉 然后也没办法让你过冬 最后他这场唱就是说其实是一个惨剩 死了特别多的人 在最后影片结束的时候还列了一下 拿破仑在那些重大的战役里头 法国死去的人 我不知道是法国死去的人 还是说整体上造成的这种整体的伤亡 总之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转折之后 远征俄罗斯之后 他就等于说被退位了 对吧 他那个时候当时已经是 应该已经是皇帝了吧 我没记错的话 总之就是当然最著名的 后面就是滑铁路之战了 滑铁路之战 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词已经是个代名词了 就是说一个人过于自负之后 他总会失败的 用圣经话讲就是 骄傲在败坏以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总是人的这种丰功伟业 然后如果自己就只是我用强势强权 去好像输出我的意志 一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这种人的想法 最终其实都还会失败停产 刚才不是讲到说 拿破仑看的法老在棺材里 他动了一下就往到一边倾斜去了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 他在被流亡的小岛上 也是跟两个女生聊了聊之后 然后也是说起来俄罗斯大伙 他还问说 你们知道俄罗斯莫斯科是谁 把他烧掉的吗 有一个小女孩说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说是我 我烧的 然后另外一个小女孩说 不是你烧的 是他们自己烧的 拿破仑说你怎么知道 那小女孩说 这不就是common knowledge 什么所有人都知道 我觉得这个还挺搞笑的 我就说话说回来 最后一个镜头 是从后面拍的一个中景的特写 就是还是他戴着他的那样的一个三角帽 然后背影 然后看着那个人就往一边倒掉 然后就结束了 就是一次他死了 就是这个影片的故事线选择的是如此之长 选择的是如此的没有焦点 他就根本你就不知道 他试图去聚焦在什么事情上 好像最大的一个焦点 无非也就是说 把这个拿破仑的野心 和他对和约瑟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进行了一个平行的并置 也就是好像驱动拿破仑去做这些事情的 就是一个他渴望和约瑟芬 在灵魂层面的一个交流 这个我觉得是不真实的 这个立不住 我们继续看看 有一些的 这就是滑铁路之战 这个里头有一些场面 甚至让我想起了李汉祥导演的火销园 袁明园 然后就是这种英国的方正形式 然后专门对抗了骑兵 这个场面虽然说是暗道理是最应该是最宏大 也最情感上让观众最揪心的 或者是最投入最大的一个场面 反而不是 当拿破仑从远征俄罗斯结束之后 回来被罢处 暂时 其实我就觉得那个人物就已经到顶之后 急上急摔了 然后就后面再发生什么 我就觉得好像你真的不是特别在意了 所以滑铁路之战在这个电影里头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情绪价值 特别的 但是好看好看还是好看 但是你一点都不揪心了 你都不care这些人物了 其实说白了 那当然我刚才讲到就是说病治的 无非就是和约瑟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拿破仑在一开始的时候看过这个玛丽皇后被断头台砍下来 其实就是我觉得他对那个那场景不单单是渲染 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以及故事开头的时间线的设置 然后那种整体法国的这种混乱 他也设置了某种程度上拿破仑对一个贵族女人的这样的一个想象 只是就是我觉得整个那个戏拍的就是不够有细节 就是很好看 但是他不是说举手投足之间或者每一个台词都能够让你能够插取出来一些新的东西的 你看那里玛丽皇后的那个包括那些传说 在断头台上还还要求这些筷子手原谅他这些东西 包括他作为一个女性来讲 是不是如何的能够更影响当时还作为一个年轻军官的目击者的 拿破仑的一个对女性的想象 就是还是不够到位 这里头当然法国大革命的有一些场面 就是很喜剧感很强 那道理那是一个 哎呀那个东西本身就可以拍无数个电影的 对吧什么罗伯斯匹尔 什么亚格宾派主政的时候的这种恐怖大恐怖时期 然后到这个后面的热月政变 这里头都是蜻蜓点水的给你 这他雷德内斯科的真的是拿这些东西当道具用 就是那个罗伯斯匹尔的那两场戏 哎呀真是非常的轻浮 但是也很好看 就是他是一种轻浮的好看 那约瑟芬呢 从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轻浮的好看 就是 拿破仑在一个晚宴上 就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形象 这个女演员叫什么 Vanessa Kirby 我还真的没看过他以前的这些任何的电影 反正或者是看过就不记得 他是一个英国英国人当然你这个电影本身的法语 这根本不用就是用的英语 这当然也是好莱坞的一个 你就是人家就很实际 我相信这些东西他们早已经就计算过 或者是说已经是常识了 就是我们就只能用英语派 这样才能赚钱 否则我给你特别忠实的 没人看 这也是很可能 所以商业上是not viable 所以人家就这样 恬不支持的 就是用英语去给你 甚至有时候那口音很乱 一会儿感觉是玛丽黄 不是 约瑟芬感觉他是英国女演员 我感觉他经常说的就是英国口音 然后长得也确实是蛮英国话的 我看他棱角反正就是挺硬的 也可能比较适合 你看这是一个真实的 这是原来油画和女演员的这种对比 但是化妆和他的打光 真的是让这个女演员 在屏幕上非常有这样的一种魅惑感 这种魅惑感不只是说性感 而且说他好像真的是 有一种能够让这样的征服者 觉得说我特别想要 特别想要 然后还得不到的这样的一种 诱惑感 你看原来的法国的这种归族 就是经常涂脸 就是特别简单 腮红 就是感觉两个 很拔了罐似的 是吧 然后影片里头也有一些 当然是接近色情的这样的一种 但是没有非常暴露的 他就是很低胸 然后通过这样的这种衣服 束带或者是束腰 或者是撑起来这些胸部的这些手段 确实显得他很sexy 然后但是没有任何的explicit的一些性的东西 有的话就是说有一点点喜剧感 就是每一次拿破仑有自己的想要的时候 或者他甚至觉得对这个女人觉得说 我必须今天再占有你一次的时候 他每次那种 让影院里头大家就会笑一下 有一些观众甚至发出了杀猪般的狂笑 就是他更像是拿破仑在骑马 因为这个影片里头拿破仑经常在骑马 他和约瑟芬也是 然后他节奏和动作确实就是骑马 我相信也是导演的意思 但是一这么弄就是觉得 你这个是到底想干嘛 对吧 他的导演的方向是非常多样的 我相信这个电影无论如何 不应该被提名是最佳导演讲 这个导演实在导演的够差的 但是同时也是因为他既是制片又是导演 他也有这样的影响力 也只有雷德利斯科特能拍成这个样子 能把这个片子拍成这么个风格 像这个也是非常seductive 这个开始他俩重要的一次会面 你看看这打光打得多硬 同样的场景的特写是这样的 就是一半阴一半阳 然后两只眼睛就是放着光芒 然后你看他的服饰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他说你不是要想看什么吗 对不对 然后他们两个经常在不合适的地方 去发生不合适的一些行为 然后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挺像那种宫廷的感觉 因为他很多的这种宫廷的戏 无论是晚宴也好聚会也好 在卧房也好 确实他只有蜡烛照明 所以他你感觉的那个影片 他非常准确的 好像真的就是只是蜡烛的烛光 在作为照亮的东西 这也是谢谢数码技术的一个提升 以前其实胶片时代是不可能拍成这样 但现在我相信感光度已经高到 也许真的只用蜡烛就可以拍到 所以也确实挺好看的 这个女人在这个屏幕上 她我不觉得特别的漂亮 也许约瑟芬也就没有那么漂亮 她也许就是某种 不知道她的知识 她自己的野心 她的强势 她的意志 她的这种知识 是吧 也许是对甚至德行 也许对这个拿破仑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 那影片里头最好看的一个场景 就是说 拿破仑第一次被加冕 成为这个法兰西帝国的皇帝 那个场面首先是因为场景是在发生在巴黎圣母院里头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拍的 是应该不会是实拍的 那是数码 现在的这个数码技术真的让你已经非常的幸福了 在预报片里头也一次一次我们看到 就是说 华金演的拿破仑说 这样法国的国王的这个王冠是我当时用剑从臭水沟里头挑出来的 现在我要把它自己放在我的头上 就是说你们叫黄啥的 我不需要所谓的军权神兽 我自己就 I crown myself 那个 Coronation 他自己的加冕仪式 然后他给自己加冕也挺搞笑的 就是一边他是这种罗马式的这种laurel桂冠 然后好像又不是特别合适 那个桂冠和这个王冠并不好像怎么放也不太对劲 然后他还给约瑟芬也去加冠冕 不好意思 这就是电影里头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场面就是因为服装道具场景摄影 真是好看极了 特别好看 但是他的这个好看也确确实实受到油画的启发 这是当年的法国的宫廷花将作为祭食者 在旁边去先肯定打个素描 然后最后再把它变成油画 在电影里头实际上雷特利斯科特还专门安排了一两个 一个镜头 就是那个花将在那草草的先把他们那个场景画下来 也挺好玩的 这个是这个拿破仑的这个局部 这个油画的局部 这个画还是挺大的你知道吗 所以雷特利斯科特就是非常忠实的把这样的一个场景还原了一下 影片的音乐也也很好听 有非常多古典音乐 然后也在战争场面那个生效也非常好 就是技术上我确实是觉得非常值得享受 然后我就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N年前那时候我还很小的时候 也不是很小吧 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首歌 有一个歌手 台湾的歌手叫黎明柔 当时好像什么是滚石还是魔岩的一个什么专辑里头的 那首歌的名字叫呼风唤雨 对吧 然后里头就是说这个歌词基本上写的就是说 这个如果你他称呼自己的心爱的这个男人是女声唱的 如果你是谁谁谁我就是你的那个配偶 就是那些野心家或者说所谓的great man 这些人他然后歌者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愿意成为你那个背后那个女人 是吧 那里头有一些名字呢 我们也不敢在这提 我就还把提了也发不出来 但是后面有几个可以提的 首先就是说如果你是肯尼迪 我愿是你的假桂林 是吧 什么为你挡子弹 什么如果你是拿破仑 我愿是你的约瑟芬 哪怕跟你一起上了断头台 还是说一起惨遭滑铁路 我都在所不惜 那首歌我还印象挺深的 然后那首歌的结尾的时候唱的是什么呢 那个词我和刚才search了一下 搜出来是什么 是正是智是爱是情 权力爱情分不清 到底是什么我也搞不清 权力地位民生金钱智慧body身体 全都是为你 昨夜你带来了风和雨 忽然间呼风又唤雨 我要爱要权要名要利 我要与你名垂青史万事留名 我要的就是你 追随你服从你 Your wish is my command 你的希望 你的愿望就是我的命令 就是好像你想让我干啥 我就是干啥 我就是你的一个foot soldier 我就是你的 不管是床上的精兵也好 还是床下的精兵也好 然后领导我 统治我 给我全世界 Rule me and we shall rule the world 你统治了我就可以统治全世界 就是一个女人对自己self importance的一个想象 就是我特别重要 然后我虽然很重要 然后我还需要一个男人帮我实现我的野心 所以这个拿破仑当然是一个关于太好的一个关于野心的一个历史人物 但是实际上还是回到我们开始说的这些事情 这些东西它可能也只不过是一个被更高的存在所使用的一个器皿 我们讲的 就是说他刚好在那样的时候 你说他的人生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对不对 他碰上那么多的事情 然后他通过自己的钻营也好 他自己的有时候的聪明智慧也好 有时候其实并不是他来决定 而是环境帮他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他的命运 他的故事 但是他是不是能够在其中凸显那样的意义 我们也只能好像 最后我们其实只是看他作为一个故事的一个属性 他的意义就是说 他给我们展示了一种生存的可能性 那如果这是一个生存最大的可能性的话 是不是说我们的人生以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努力就好了 虽然说大部分的人说 你亿万人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对不对 但是真的你仔细想的话 你会不会羡慕他的生活 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我其实真心话讲 我并不是特别羡慕这些所谓的大人物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 以我非常有限的人生体验 不是我想经历的 我也不觉得他们的智慧 是其他人所远远不可企及的 甚至他们的愚蠢 我相信和一般人也没有 并无二致 你不要觉得这些大人物 好像他们一定怎么怎么样 就像电影里头我觉得好的一点就是说他解构了这些所谓君王和野心家的 他有一些的话非常的孩子气 这是完完全全可能的 虽然我不觉得说描述的特别准确 但是在这个层面上很可能是真的 你真的觉得他们有多高的学识或者说智力或者是怎么样 也不一定他只是在某一些程度上 因为他的时事和运气 他的一些特质 然后其实我是觉得 终究是被历史所 就刚好风云际会的使用了 那更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我觉得背后也是一个有意志的 通过人类的历史去展开给我们一些启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我就是觉得Apple Apple这个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苹果 这肯定是苹果掏了很多钱了 我也不觉得这钱一定能够赚回来 反正他们也有的是钱 但是这电影苹果按照自己的数码的这种布局来讲 这不适合在Apple TV上看 这个东西还是要在电影院看 所以难道他们是有一天也许苹果就能把院线都盘下来 然后把这个东西以他们的方式再经营的更好一点 让电影院更加负心 也未可知 这又是另一种野心了 好吧 今天罗里啰嗦又说了40多分钟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